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虽然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深刻体会到他的辛苦 但是节目始终还是需要新的两代男出现 来引发大家的高度关注 或许转换一下人物风格才是王道 那另一位的徐海乔参加节目以来 也是不断掀起话题高峰 而湖南卫视也是抓住人物的 这点在之后的几期当中 也是不断提及他爱恋的女性桥段 无疑就是让这一个话题发挥到极致 最终观众们还是只有自己的猜测 大家也是熟悉了套路 才会对节目的剪辑产生了硬质感吧 那节目是不是该重新寻找一下该巴扬的亮点呢 我们还是希望现在的综艺节目 可以真正的做到焕然一新 而不是一味的使用陈旧的套路手法 大家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了